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新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从年前延续至今的内阁人士传闻 今天终于尘埃落定 异动的规模比原先预期稍大 但多个备受外界抨击的部会人士 却依旧闻风不动 这一期话题我们要在名单触路的第一时间 连线国立中生大学正研所 廖大奇教授仔细推敲 廖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探开名单可以发现 除了健康因素寝司的劳动部长林美竹之外 其他首长的异动部会 几乎都属于由总统直接统下的 国防两岸和外交等领域 所以这次人士异动 能不能看成是小英总统 单方面的调兵前将 结果看来是属于总统职权的 国防外交两岸的变动 结果 但是过程是不是就是由小英总统单方 那我是存一些保留态度了 因为过去在传言内阁会有异动的时候 恐怕也不是只是总统单方面 但是经过一些磋商或是一些内部的一些变化 或是民进党内部派系的较劲的结果 看起来主要动的都是总统职权的范围 那属于比较我们认为是属于行政院院长职权的范围的这些 那个内政啊这些领域啊反而是比较没有动 那结果看来是单方 但是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应该不是这么单方 是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证实 劳动部长李美珠呢是因为健康因素请辞 这一点外界应该是没有意外啊 不过接任者却被发现再次符合当前政坛新贵的几项特征要件 包括女性啊台大法律系毕业 更重要的是呢是出身于高雄市府的陈菊爱将 廖老师您对于南台湾特别是高雄正情 可以说辽若执掌啊 您怎么评论这项人事安排 呃其实我倒不觉得说这次出现的许明春啊 是呃符合当前政坛新贵的几项特征要件 当然总统是这样子了啊 总统是女性台大法律系 那呃徐明春因为我们他在高雄啊 包括曾经一度传说小继任的劳动部的苏力虫啊 都出身自我们高雄市啊 那也就表示说呃 陈菊市长在小英眼前的这个分量还是蛮够的吧 啊那在这一次的那个劳动部的这个呃 人选上面其实最大意外就是 哎为什么是高雄市的许明春啊 对那我个人看来呢呃 可能第一个就是传言实在是把苏力虫讲得太confirm 太太确定了啊 那有时候你这个在那个出招 尤其领导者他不喜欢他的心意完全都被猜中了 哎那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 也不晓得是不是如此了啊 那第二个呢那在那个呃整个这个内阁的安排上面 我们从高雄看呢就是陈菊市长因为现在没有去接呃 呃行政院长那目前看起来呃也没有传言中说好像要去接总统扶命市长 那那那那他今年年底当然任期就卸任了 他旁边有一些呃能能员干将啊 啊那这些能干之士呢 其实有不少已经都陆续在站了内阁的位置 哎那呃也包括这个定云公啊什么新闻局去做呃 现在那个的复发言人嘛 那所以其实陈文陈菊也一直想把安排他内部这些重要的干将们的未来出路 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主导高雄市市府的下一次的人事嘛 哈因为刘世芳也退选了 是那当然就许明春个人条件来讲呢 那因为他在高雄嘛 那其实我我个人倒是觉得 哎这个挑选也还是蛮不错的 可能是陈菊因为他旁边的干将好几个 但是能够对劳动的发言啊又有法律背景 因为一例一休之夜都牵涉到法律啊 然后在沟通协调人和上面可能比较是呃陈菊团队里面呃 呃更佼佼者好就是他对人和上面呃 这个许明春信任的劳动部的部长呃 一直是陈菊的团队里面最有亲和力的啊 那所以我想的可能也是因为劳动部呢 在都在风头上面那跟劳动的这些团体 尤其是工会这边常常要正面交锋 那需要那个身段柔软沟通协调上面特别强能干 而且呢在法条上面也能够有一定的细密读到之处 所以我想这个挑选倒不是到虽然是意外 但是我倒是替这个许明春觉得 这挑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那当然也是呃陈菊还是相当有影响力 因为他的人人脉他的人选他替他工作的敌人 巴拉苏利琼其实也是了啊 那都可以在部会里面找到位置 是好我们看完政坛新贵之后 也来看看长期在绿营眼中属于老蓝男 啊这是外长李大为呢终于确定去职了 呃换成两岸外交方面 绿营常年信赖的吴钊谢来接手 另外两岸关系集中之后呢 就不知道做哪些事情的陆委会 则是由贬政府时期就担任过主委的陈明通来回国 老师你觉得这样调度主要有哪些考量 那我觉得这倒不是这一大你刚才说是老老蓝男嘛 是 那其实这个整个调度看起来呃 不管是李大为调回到国安嘛 哈 然后那个吴钊谢就接了这个外长 然后陈明通回国 那其实看起来这些都是熟男啦 是 那这些虽然不见得是蓝 但是是熟男 而且这熟男呢 在这些领域里面 其实都有一定的专业 那也就是说抑郁的 呃小英总统其实一路打的 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稳健 希望能够借由在这专业领域里面 有一些经验的人呢 来尤其处理两岸关系 那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 两岸关系是由陈明通回国嘛 那第一时间还是找了张晓月 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张晓月 怎么安排外交系统的 其实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尤其跟中国大陆的互动上 可能是会比较突兀一点点 那除了那个张晓月的外交背景 那他过去其实对两岸事务的涉猎 实在不升了哈 那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呃 蔡英文总统因应眼前两岸关系上面 就是你说的激动啊 那一直没有一个缓和的迹象 虽然这边也释放了什么善意不便 这些嘛哈 那可是一直是呃 呃软硬都有的 那除了两岸关系 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关系 所以国安还是由呃 李大为去接掌 那当然这陈明通的回忆过呢 那我的解读是 因为陈明通过去当过陆委会副主委 也当过主委 那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一直保持的还蛮密切 尤其是旧的国财办系统了哈 那现在这个系统上面 能够还能够有一些联系 或是还可以讲上话的话 大概陈明通可能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联系人员 那所以这里面就在这样子任命 可能也是意味着小英 事上是要借一些老手 来找寻可以跟中国大陆解冻的 可能空间或可能机会 当然陈明通还要看陈明通的努力了 那陈明通过去跟中国大陆关系是很好的 是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国安和外交方面 我们接下来看看军方 国防部长冯世宽卸任之后呢 传说要转任国防部 在今年五月才要成立的新智库 叫做国安研究院的董事长 刚卸任的部长 随即转任自己的任内规划 同时由国防部出资 成立了新单位董作 我们知道过去绿营向来抨击蓝营呢 在执政期间喜欢跌床驾屋 现在绿营政府好像自己也这么搞 难道不需要给个交代吗 我当然是同意应该说明一下 这国安研究院到底是做什么的 而且其实虽然冯世宽是一直在各种传言上 他该换了 从一般官场上也觉得 他似乎做国防部长 有点像是像喜剧 比较像是一个喜剧的一个角色 但是以他的过去资历 还有他在国防部长的目前的表现 接着去接这个新成立局 而且五月才成立嘛 那是因为他手上规划的 而且是国防部出资的国安研究院 那第一个研究院的主要的功能 国安研究院的功能指掌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因为要五月才知道嘛 这个新的局 那第二个他在规划 他在拨前的 现有他自己在去接任董事长 那这中间有没有需要利益回避 或是有没有旋转门条款 那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考量 那同时除了这个利益回避 旋转门条款的这种 这种法规 或者说我们要给交代的 这样的要求之外 那冯事宽这个部长 过去的资历上面 来带领 如果这个新智库国安研究院 非常重要 牵涉到很多国安整体的 未来的武器啊 或什么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真的细节性质了 那他以他的经历 是不是那么适合 也是一个问题 除了他的资格嘛 还有他的专业的背景 是不是那么适合 那感觉上就是 只是好像因为要做一个 国防部长的出路的安排 让新的人接任 那我觉得这个棋子 或是这一步 真的实在要详细交代 不是说颜德发 因为颜德发好像已经当了 国安会的秘书长了 那所以他来接 当然也是 也是可以接受 但是冯事宽的安排 是不是真的应该多说一点 当然这个资库的好处 他不用再接受立法院 没有错 是 那么名单公布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说 真正跌破眼镜的 应该是那些 没有异动的部会啊 有人甚至还忍不住 质疑 说好的教育部 交通部和内政部呢 原本政坛呢 还盛传 内阁人士异动呢 处处充满 小鹰和赖魁 他们过招的痕迹 不知道廖老师 您会怎么看待 这部分的安排 我倒是觉得 那个传闻说 教育部 交通部和内政部 要异动啊 那就是传闻 可能就是 为什么会有传闻呢 那风从哪里来呢 其实也就是 某种的权力较劲 那可能是来自 民营党内部 不同的派系 也可能是来自 因为我们不知道了 不确定了 那我们也不能随便 这样子猜测 其实也可能来自 就是包括 总统跟葛奎这边 可能对于内阁的人事 安排上面 会有些想法 那当然其实 我们也可以看到 赖清德从去年9月 到从台南市 到接掌葛奎 他那时候到现在为止 能够带的议题的 就是这个政治任命的主管 就是陈美龄 现在国发会的主委 那也还被人家 提议说 他是不是国发会 这些的问题 那至于 到现在为止 这个内阁的组成 那可能还是 陈林权时代 也就是其实是 小英英权体制下 小英的意志 还是很强的安排 包括现在的教育部长 交通部长 跟内政部长 那当然这个三个部长 在传言甚多 很多风浪 也表示背后的 较劲势力 其实蛮强的 那可能也不排除 赖清德 也希望他在他 行政院长的表现上面 有比较多的 自己的班底的人 能够进驻 但是这一次的结果看来 那可能赖清德 在自己的人选的安排 就是属于 行政院长 真正的 可以掌控的 部会交通 内政部教育 那恐怕 目前看起来 根本还没有出手 根本也还没有动 也没有出手 那是不是说 是因为小英的意志 还是比较强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那恐怕 小英一直喜欢 总统喜欢说 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 就表示 那个权力的较劲 他不要重新再做裁判 谁输谁赢 那也让 可能也可以说 葛奎跟总统之间 那目前总统的意志 还是比较强势的 好 您正收听的是 中广新闻网 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新年出炉的内阁 异动名单 绝大部分都属于 总统直权范畴的 两岸外交 或国防领域 从新公布的名单中 究竟能够秀出 哪些断理 今天非常感谢 廖达奇教授 为我们条理分明的 论述和分析 谢谢廖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